哈喽哈喽,大家好,John今天又来了,久违了,久违了,最近经常有朋友跟我说,John,买粮食能不能买到,粮食的公寓,在North York,最好是交通方面的,有啊,好,我们今天就来看两个,进来呢,很明显,就是说他,感觉呢,他的橙色是比较,相对比较新的,厨房是旧的,但是呢,家电给你换了新的了,然后呢,是,啊,他的整个地板呢, 是换了一个新的Laminate,好,我们来查一下朝向,他的朝向呢,是,呃,朝北的,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房间,这是一个,啊,一个小房间,好,他的,呃,尺寸呢,在9平米左右,啊,然后呢,这个是我们的这间主卧,主卧是比较大的,这主卧,大概是92到13平米,好,他的厕所呢,是,呃,相对来 我来讲,窗口还可以,然后,也是Granity的这个,Countertop,然后,是一个,呃,因为是09年到现在的一个玉石,好,70万,啊,出头,然后在Yang Finch,现在能买到,什么样的房子,这个价位呢,其实现在这里选择并不多,呃,仅有了几套呢,其实都带客户,朋友都看过了, 那呢,可以看到这个是厨房区域,呃,家电各方面设施呢,相对来讲是比较干净的,然后呢,进来呢,这边呢,是一个客厅,看电视的一个区域,然后在过去呢,是我们的厨房,这样的设计呢,在我看来呢,厨房这样的设计在我看来呢,比较有效的,就让我们的,做饭的区域和我们的客厅区就有效的分离的, 这种中央导台式的设计,是我个人觉得相对比较理想的,好,右手边呢,是我们的一个,呃,closet,进门的closet,我们现在到一个,它的一个主卧,主卧的尺寸呢,是够用,然后呢,它是能装得下一个queen size的床,呃,和一张书桌,不会显得特别的小,那这个是小卧室,小卧室的尺寸呢,足够放下一张double size的床, 和一些closet,好,ok,这里是厕所,它是一侧,独立卫生间,单独的一个卫生间,这楼呢,是三万来瑞,也是一个在这里比较出名的一个楼,建于2003年,然后呢,有不少朋友会选择这个楼做投资,它的特点呢,是物业管理费相对也比较低,跟老楼比起来,然后呢,它整个,就是说户型呢,会大一些, OK,如果你感兴趣的话,联系我们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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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